Hello,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3月26号,范冰冰新刊的美容店开张引发四方网友的关注 据悉,范冰冰看的美容院在北京国贸附近 名叫茂美富殿堂,是她本人新开的一家 持百分百股权 下午有媒体抛出了现场画面 开张,剪彩仪式十分隆重 各有娱乐圈中张军宁,马苏,胡冰,安虎等人现身为冰冰站台剪彩 令人赞叹范冰冰果然有范儿 其中范冰冰父母也低调现身 弟弟范冰冰一身白色西装,现身似白马王子 未婚夫李晨也现身为冰冰造势 晚间有媒体抛出了范冰冰与众友人合影 范冰冰当日身穿清新公主裙非常简龄 其中当天范冰冰的爸爸也低调现身 渔王帅在美容店合影 一身西装十分年轻帅气 一家子都是神仙颜值 除此之外,在大合影中 范冰冰与弟弟范冰冰及李晨三人一时罕见同框 李晨,范冰冰一时历破分手传闻 据悉,自弟弟范冰冰17年 从偶恋出道以来只见姐姐和姐夫多次为她打抠 还嫌少见三人一同合影呢 而此次合影可谓实处罕见了 照片中张军宁,马苏,胡冰等人均在 对此你怎么看,欢迎留言 对此你怎么看,欢迎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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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论 靓洛宁,帓宁,westwid稳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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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uğram Wonder Second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